就是最近觉得工作压力比较大 然后睡觉的时候翻来翻去的 常常脑子就是会一直想事情 然后就睡不好 那请问大概比如说 每天是几点去睡觉 或是几点起床呢 那可能看一下 是有没有规律的时间 上班日工作压力大 回到家里也得照顾小孩 到了晚上无法好好休息 慢慢累积下来 除了疲劳之外 也可能引发健康问题 因为平常上班大概六点要起来 然后周末不用上班 我就会睡大概九点 睡到九点 所以会差距到三个小时这么多 OK 那这样子其实就有点 会觉得说是生理时钟 有点被打乱 可能每天睡不满七小时 或是有些人没办法 整夜维持深层睡眠 隔一天就会明显感觉到 记忆障碍 注意力不集中 或是容易焦虑等等 中午吃饱以后就会 两眼就会觉得 很想要睡个午觉 对 就会比较累 睡眠对于身体每个器官来说 都很重要 一旦睡眠不足 或是有睡眠障碍 长期累积 很可能会罹患高血压 糖尿病 肥胖 还有心血管疾病 那其实失眠的话 你睡不好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 心脏疾病之后 还有可能会有代谢症候群 像是高血糖跟高血压 甚至有一些疾病 都是跟睡眠是有相关性的 除了引发心血管疾病风险提高 日积运累也会有认知障碍的状况 因此来求诊的人也不少 神经科们蛮常看到的都是因为失眠 也就是说觉得自己睡眠时间不够的患者来求诊 那大部分大家都会很执着于说 我睡眠时间长短够不够 那我们一般来讲都会教育病人说 其实你睡眠最重要是品质 而不是执着于一个时数 根据欧洲心脏学会发表的最新研究 监测受试者的心脏疾病的住院和死亡记录 有将近百分之二十二的人被归类为睡眠不足 平均每晚睡眠时间不到七小时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睡眠不足的困扰 尤其是上班日的时候压力比较大 睡眠品质比较差 研究发现了如果睡眠品质不好的话 罹患心脏病的风险就会提高 现在研究结果也发现了 如果周末额外补眠比较多的人 比额外补眠比较少的人 可以降低罹患心脏病的风险 你的身体有好好的休息 你的心脏也好好休息 你的血压的波动就会减少 你的心脏血管疾病相对就会比较减少 其实如果晚品质 如果在周间的时候 如果你睡不好的话 你在假日适当的补眠的话 让身体可以获得足够的休息的话 的确可以减少心脏跟血管疾病的发生 所以如果你能睡眠品质够好的话 其实假日多补眠个一到两个小时 其实就非常有效了 研究显示充足的补偿性睡眠 跟降低心脏病的风险有症相关 尤其像平日睡眠不足的人来说 这种关联更明显 不过医师建议 成年人每晚还是得维持 七到九小时的睡眠 才不会让自己陷入睡眠债 因为即使周末补眠可以稍微恢复 一旦睡眠债累积的太多 恐怕也会成为恶性循环 所以如果说你平常饥了很多 你假日说我一口气把它补睡回来 其实的时候你会打乱整个睡眠周期 那所以你的身体长 那个睡眠生理时钟 它没有回到一个正常的规律 反而是比较不好的状态 一般来讲如果睡眠的患者 他有一些睡眠的困扰 他可以吃一些比如说 稳定神经的维达命B群 这个是本身也还不错的 没有什么太大害处的一些营养的补充品 不只周末好好补眠运动 也可以降低健康风险 跟补运动的成年人相比 周末运动的人 罹患失智症的风险降低26% 中风风险降低21% 罹患帕金森氏症的风险也降低45% 甚至也能避免罹患忧症和焦虑症 不论睡眠还是运动 周末有空档 就可以把一周消耗的健康存折 慢慢存回来 TV月新闻 于心海刘云军台北采访不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